华尔街各当银行陆续公布财报 表现优喜参败 同时通膨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 让投资人承压 转向债券、美元、黄金等市场 周五美股主要指数全部下跌 各股方面 摩根大通周五公布第一季财报 尽管营收获利都优于预期 但全年利息净收益预测却不及预期 而且还上调全年支出预期 周五股价跌于6% 另外,华尔街日报指出 中国下令国内大型电信营运商 在2027年前逐步淘汰外国晶片 英特尔超为周五股价呈现下跌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和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事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加全今日跳空跌破周线 明显行情开始逐渐转弱 但要留意 短期均线还没和长期均线死亡交叉 贵买创高失败后跌破周线 直接挑战月线 中小股也开始逐渐转弱 普斯科列秀为105.2 恐慌指数开盘就大涨 明显波动要逐渐放大 看到今日焦点 重点热门股大压 今日开盘跳空攻上涨停 成交量创下18万张大量 股价为33年以来的新高 未来要留意 跳空缺口是否有进行回补 近期台积电虽然大涨 但看到丑马面 投信高档持续卖出持股 投资人要多加留意 行情是否反转哦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点亮你的财神灯 5月31前新户送666手续费折底金 成交在送30天五财神线上点灯 台股单月交易每满10万元 每股每满1000美元 送1元某某币 不翻新旧户接口登记参加 累计无上限 快来布局你的财富口袋吧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